由行政院所推出的后疫情振兴经济五倍倦会怎么发是终于定案了 原先规划民众支付的1000元 确定是改由政府全额负担 预计10月初上路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 任何政策都应该谋定而后动 现阶段应该还是以纾困为优先 至于台北市的振兴加码 则是一定会透过电子化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行政院研议去年振兴三倍券模式 计划发放五倍券来刺激消费 开版确定民众免付1000元换购 改由政府全额负担 但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认为 现阶段还是纾困最为要紧 就算之后要振兴加码 也一定是用电子方式进行 政策目的是纾困 那就应该是把纾困先做好 政策目的是振兴 那就是要用振兴的方法 台北市会针对每个商圈 可能有他们自己的方式 然后我们会有个别的辅导做法 所以但是我们一定会是用 电子的方式来处理 疫情趋缓 大家开始关心纾困与振兴 但其实最近境外一路增加 Delta病毒来势汹汹 日前更验出首例哥伦比亚病毒株 面对变种病毒随时可能入侵 北市府已经提前开始准备 在疫调的人力上面 目前有400多位 但是可能因应大量感染源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再增加人力 所以我们现在针对可能的备员人力 就先开始进行训练 我们现在有几个备员的旅馆 其实都 他们现在都转回去做一般的防疫旅馆 做居检 居隔 那我们也都跟他们讲好 如果只要疫情起来 马上立刻回到专责防疫旅馆 另外为了抓出更多社区潜藏黑数 中央鼓励基层诊所 协助有症状的民众 转接到医院进行裁检 一旦找出确诊者 除了可以领到一万元奖励 北市府也将提供协助裁检机构 五千元奖励 让更多确诊者及早被找出来 记者游湘亭台北采访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民生消费 为了振兴经济 行政院宣布将仿效去年三倍券的模式 推行五倍券 消息会进行网络民调 两天就有超过两万人来发表意见 结果有超过九成的民众 建议政府要普发现金 来解决民众的生活问题 台湾从五月中旬开始 实施三级警戒 到八月初餐厅开访内用 为了提振元气大伤的国内经济 行政院宣布将发五倍券给人民 消息会近期也做了 超过两万人大规模民调 结果有将近半数人担心债留子孙 反对发放振兴券 即使要发放 更有九成民众一面倒 认为该直接领现金 普惠的交易范围还有交易对象 特别是对于这些小型的 这种微型的其他摊商等等 甚至于一些这种我们说做手工的 这一类的这些自营业者 其实都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即使政府强调五倍券由于有使用期限 能在短时间内刺激经济 加上很多商家为了鼓励民众消费 经常祭出优惠或地方政府在加码 让经济效益循环扩大 不过政府的决策看来跟人民 似乎有些距离 政府不能够大开便利之门给所有的人 因为会债留子孙 他们更关心的是发放要公平 放在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 这种意见好像也不在少数 同时他们也更重视 政府在发行五倍券带来的这些 发行成本使用条件是否是可以避免掉 针对五倍券的发行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与民进党立院党团 进行讨论 并拍板全民不用付一千块钱的结论 代销机会提醒政府 应该要先解决民众生活 若最后还是要发放振兴券 尽量不要设定使用期限 让生活艰苦的民众可以自由运用 商家也能够渡过难关 记者顾参永台北采报报道 我国在今年年初放宽了 莱克多巴胺猪肉制品进口 台北市政府公告 从8月16号开始 业者需将进口肉品资讯 包括了生鲜猪肉的国别 中文名称等等相关资讯 纳入食材登陆平台 来保障民众的食品安全 台湾从110年元旦起 放宽莱克多巴胺猪肉制品入口 台北市政府当时就针对食品业者 启动专案机查 而从8月16号起 更把进口肉品直接纳入北市食材登陆平台 揭露完整进口肉品资讯 台北市的输入业者 每个月一定要提供10项输入产品的一个资讯揭露 目前已经有18家业者在平台上线 总共公开115件产品61件的检验报告 分别来自美国西班牙加拿大荷兰丹麦法国等6个国家 那这些资料已经在网路上的食材登陆平台 肉品专区有个镜头肉品专区可以查合得到 业者登陆的资料 包括每个月10项的生鲜猪肉 猪内胀猪脂肪等食用部位 以及中文名称出口国别等资讯 业者若不公开登陆 将以食安条例处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还 情节重大将处以6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停业处分 接下来长话资料报道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第一线防疫人员功不可没 民间单位也贡献良多 台湾水木清华校友会 从海外运回了800万片的口罩 和50万瓶的洗手液 透过台北市议员陈炳甫 分送给市场摊商和基层的防疫人员 新冠号召全民防疫 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新手送上消毒洗手液 波旺和摊商逐一喊宣 台北市议员陈炳甫 和台湾水木清华校友会成员 来到永热市场发送防疫物资 尽管外头下着滂沱大雨 依旧交不习大家防疫的决心 无常分享给所有需要的朋友们共同来使用 也希望透过这些物资的传递 能够将大家的热情 加大家的关怀爱心善心做无限的分享 我们就希望在这个人群最多的市场里面 能建立起第一道的防线 所以包括所有的这个酒精也好 口罩也好 我们希望提供摊商有一个无愧的一个数量 工作人员从货车上接力搬下一箱箱纸箱 里头全是消毒洗手液和口罩 台湾水木清华校友会 从海外运回800万片口罩和50万瓶洗手液 透过地方明代分送给市场摊商 夜市清洁队和基层防疫人员 就连许久不见的知名主持人廖伟凡也到场响应 好久不见了老朋友见见面 那最重要一点我觉得 借着这样的一个基层的服务呢 让我们台湾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呢 大家都能够有一种比较快乐平安的感觉 廖伟凡原来就是校友会成员 和议员陈兵甫又有多年交情 特别献身力挺 希望做爱心不弱人后 号召全民防疫 让台湾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新闻最后生活看板单元 带你来看看最近有哪些活动 还有艺人展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